我们这次来到了高雄 要带大家去参加 微笑杯的化妆品竞赛 可以看到现场有各式各样的 参赛者作品 要比的就是谁最创新 接下来就要看看现场状况 来到颁奖典礼现场 许多专家学者 企业领袖 起居一堂 其中包含多位评审以及参赛者 而这位站在台上的演讲者 就是这次台湾化妆品选拔大赛的发起人 也是国内化学原料公司的创办人李正明 加成在2018年今年开始举办微笑杯 主要是想让台湾的消费者 更认同本土的化妆品 那大家知道 台湾化妆品的一年产值 差不多是在1000亿左右 本土化妆品差不多占两成 那如何让消费者更认同 不外乎是让消费者更安心 而且更创新 所以微笑杯的smile里面包含的就是 永续的化妆品 内涵创新的实验室 那对地球是友善的 所以这是我们smile 微笑杯最主要的种子 而举办比赛的另一项动机 来自今年4月份 台湾通过的一项新法案 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条例 对于国内以代工具多的化妆品产业来说 是一项重大的变革与挑战 有鉴于此 业者期望透过竞赛 鼓励台湾的配方师自主研发 与国际接轨提升本土美妆产业的竞争力 关于这一次的配方竞赛的部分 我们有分永续跟创新两个组别 那在创新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说 配方师可以发挥他的创意 跟他的所学专长 去创造出他认为最好的作品 那在永续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能够秉持着 天然有机环保绿色的一个原则 然后让配方师开发出好的作品 然后能够运用在化妆品产业上 老师恭喜你得奖了 谢谢 有什么感言要跟大家分享 真的很谢谢嘉诚给我们这个机会 然后从原料的取得 让我们了解到 事实上跟教学上面 有这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真的很感谢嘉诚 哇 恭喜你得到第一名 谢谢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你的得奖感言吗 非常谢谢嘉诚化学这次比赛 举办的这个比赛 那其实参赛的主要目的是 想要让台湾看见台湾化妆品的实力这样子 而除了配方设计竞赛之外 透过研讨会跟票选出十大人气品牌奖 期待能将更多在地的优质品牌发扬光大 这一次去比赛的这两个项目 其实是我们本来就有在自主研发的项目 就刚刚我讲的纯装跟底装的部分 我们这一次透过嘉诚所办的这个比赛 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好一个方向 我们加了更多的这个天然原料 与这个永续配方的概念在里面 让整个配方除了在功能上提升 在对爱护地球 然后维护这个土地 我们尽了更多的一份心力 企业成立将近十年 李正明总经理已独到的眼光 看准国际化妆品趋势 代理天然有机认证的原料 提供客户领先业界的专业服务 那我们也一直在找 为什么需要加成这间公司的一个利用 那我们那时候看到一个国外的一个趋势 以往的化妆品品牌要求的就是疗效 跟现在台湾一样 可是他们现在更强调的是在安全 那甚至没有添加里面有疑虑的原料 甚至有去通过天然或有机化妆品的认证 那最终还是希望让消费者对品牌更青睐 然后更认同 最后是更安心 加成他们在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产品 都会比较偏向植物性类的 比较天然性 天然的 可可子 玻尿酸或一些防腐剂之类的 因为它的防腐剂是用一些多元存类的防腐剂 跟一般市面上人家我们在经用的那一些东西 完全不一样的防腐剂系统 比较不会有那么刺激性的反应 会比较温和 身为化学原料的供应商 会在产业链中的最上游 为了传递最新且正确的资讯 他们不但定期发行月刊 提供国际新知 更借由网路平台 期待能与消费者直接对话 加成每年会举办一到两场的研讨会 然后从北中南这样子办下来 那透过研讨会的方式 也可以让我们把国外的趋势 透过研讨会的方式带给业界的伙伴 希望我们的台湾的化妆品品牌更有竞争力 此外 公司在每年的寒暑假 都会提供学生实习的机会 积极培育人才 未来 他们将继续举办竞赛 将在地独具实力的品牌 推向国际 展现台湾美妆产业的创新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